1950年到1955年是中国殖民主义的集省时期和南粤爱国者这几千年历史上的最低潮。这时,中国恐怖组织和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融洽的。 因此,中国恐怖组织用南下干部控制官场的主要官员,将东南亚系国际派白区党干部挤到统战部门和经济贸易部门的政策,暂时还能够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积极合作之下能够顺利进行。 两派势力尽管内部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还不至于对外还能够保持一致,而南粤爱国者在朝鲜战争时期就损失了他们大部分的武装力量。 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员或者武器比陈炳明时代更差。事实上,南粤民族全民动员的抵抗规模是远远超过以前反对袁世凯政权和段取瑞无佩服政权的民族抗争运动的。 比起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邮局队来讲,也并不稍见迅舍。 但主要是因为在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国际恐怖组织极力培植中国恐怖组织,把中国恐怖组织看成是打开东南亚门户的最可靠的走狗。 因此,大幅度地对中国恐怖组织本来非常杂派的武装进行升级,尤其是重炮部队。 在这一时期,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整编过程当中,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批准,得到正规编制的炮兵师就有73个。 在这之前,各种用满洲和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炮兵重队,数目多到很可能占了当时全世界炮兵总数的半数,比以前德国人、日本人甚至苏联本身的规模还要大。 当然,质量稍微差得多,但是即使这些质量差得多的重炮部队,对于东南亚各殖民地的平均算上只有一战水平甚至一战前水平的抵抗力量来讲,仍然是非常致命的。 最勇敢的抵抗战士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不是阵亡,就是逃亡香港或者东南亚。事实证明,南越爱国者如果不能得到盟军方面的积极援助、升级自己的武器装备,是无法在正面战场击败中国恐怖组织的。 因此,在这一时期,残存的南越爱国者,没有流亡经历的南越爱国者纷纷转入地下。由于南越民族内部的高度信任和他们的复杂的海外关系网,使得中国恐怖组织在其他很多殖民地行之有效的镇压方式在南越只收到了差得多的效果。 中国恐怖组织对南越爱国者的震恨和丑化,充分体现在当时极少拍摄的间谍电影《阳城暗号》当中。 在1950年代的沦陷区,电影是极其稀缺的志愿,自由拍摄电影的时代早已过去,而中国恐怖组织用国家资本拍摄的电影为数是非常之少的,几乎都有重大的文宣意义。 杨城暗号就是代表了中国恐怖组织当时的心理,把广州和南越民族看成是里通外国,通向自由世界最危险的颠覆势力。 根据中国恐怖分子李雅尔代目的回忆录,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追忆,五十年代广州市上映的一部反特电影《阳城暗号》故事惊险离奇,轰动一时,电影的体裁就是取自东山区公安机关侦破的反革命大案。 由于案情重大,影响深远,由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建议,并经著名作家陈禅云做艺术创作,才写成电影剧本搬上荧幕的。 吕吾两位主犯纠合了一批从外地逃来广州逆偿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地主、恶霸、旧社会的军警、县等官吏及刑漫释放犯, 也有被管制后的策管分子和仇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等28人,组成号称人民代表控告团的反革命组织。 由吕某某任团长、吴某某任秘书、组织其成员积极进行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恶活动。 他们因能截夺广东公私合营、民生公私属下的民俗轮,在网款与广州战江航线时把船截往台湾投敌。 他们从1954年9月下旬起,每日秘密集中商讨其截船计划,并派遣了吴某某、汤某某两汉, 以防友为名,到民俗轮上调查该人的吨位、船员人数、富航力量和航线等情况,由吕某某买了广东地图研究轮船航线。 这伙反革命分子准备了铁锤、铁棒、斧头和石灰魂等凶器,计划伪装成旅客在十月上行搭乘该人,先用旅社诱惑富航的武装人员饮酒。 其他歹徒则分头在船上各部位监视,带船死至公海时,就一起行凶,杀害富航武装人员,把船开往台湾,企图在其计划得逞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联合国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反伐势力的应生虫,并到世界各国墓间设立通行社,进一步扩大其抵抗中国恐怖组织的政治活动。 当然,像这样的集中的抵抗活动,抵抗组织最终还是失败了。 中国恐怖组织在苏联的资源之下重新整顿了自己的特务系统和居民监视系统,同时对南越民族耐以作为南越民族生命线的海上航道进行严密封锁。 在香港附近的岛屿,例如万山群岛,部署了大量军队,这使得南越成为禁地,跟满洲帝国征服后一路实行的海津政策相比,中国恐怖组织实行的封锁政策更为恶毒,使得南越人民几乎完全断绝了生计。 与此同时,白区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以南越为基地,把南越作为东南亚各民族当中最适合充当共产国际东南亚颠覆基地的发展计划付诸实施。 1950年中苏会谈时,斯大林对中国是否能发展橡胶种植业极为关注并寄予极高的期望,与中国签署协定三年内完成种植橡胶八百万亩,到1959年开始出售橡胶给苏联。 按照协定,苏联于1951年初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对广东发展橡胶种植业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确认广东适合种植橡胶。 1951年末,由国家林肯部出面,请来了苏联专家五十四位,组成专家小组,在总顾问顾格林率领下到达华南肯治系统协助工作。 他们除组织顾问小组驻华南肯治局协助工作以外,多数苏联专家分别到各肯治分局、各拖拉基站协助工作。 从此,创建华南橡胶基地的艰苦曲折历程,在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经营的斗争形势中展开了。 这样一来,英国和马来西亚穆斯林领袖在朝鲜战争以后配合联合国军的封锁, 取消二战时期大量支持苏联军工建设的橡胶、锡矿的原材料计划,就因为中国殖民主义者在南越的统治和白区党的破坏而大打折扣。 南越殖民地对于苏联和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通过香港这个走势基地由白区党出院,操纵香港和南洋华人,打破朝鲜战争的封锁线, 除了用前面提到的在广东本地种植橡胶以替代马来橡胶以外,还可以利用广东香港走势活动进口资本主义世界的紧俏战略物资,这些物资也是在朝鲜战争以后列入禁语名单的。 这一工作,从性质上来讲,跟返蒋战争时期以香港基地向天津大监口运送战略物资,帮助匪军打击蒋军的形式非常相似,但是规模更大。 因为有很多战略物资不仅是供应人民解放军的,而且是供应苏联爸爸的,苏联爸爸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就少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南越殖民地,就无法完成它,颠覆东南亚亲西方各国和取得自由世界的东南亚资源的双重任务。 当然,这时的国际恐怖组织和中国恐怖组织,内部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中国恐怖组织在为苏联恐怖组织冲上代理人的过程中已经积蓄了一部分资源。在表面上拥护苏联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将自己能够信得过的土鳖干部派往南越,接管南越大部分岗位。 而留在统战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前白区长和东南亚系干部,本来就是资格比毛泽东更老的国际系干部。 在毛泽东还需要为苏联效劳以保证自身安全和获得苏联资源的军工和各大项目建设的时候,表面上仍然信任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都被尽可能地安排在不掌握武装力量和重要行政资源的位置上,处在接近于控制使用的地步。 一旦中苏决裂,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失败,对国内的亲苏势力进行清洗,那么这些白区长和被他们统战的华人,以及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资格更老的东南亚共产党系统的旧人,就要变成清洗对象。 他们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和以后,积极为社会主义阵营出力的时候,是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一天的。 例如,曾经跟莫雄等人合作,在抗战时期、对日战争时期大幅度地扩充了中国恐怖组织实力的老统战工作人员黄崇华。 根据匪谍朱小众的回忆录,继优秀的统一战线工作黄崇华的记载,他的命运是这样的。 1946年4月,党组织调黄崇华到广州、香港担负统战工作。 自广东地区武装斗争恢复后,中共党组织先后调查任越杠先遣队支队长,越杠湘边重队北疆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他历经艰险、指挥作战,和游击区的人民同甘共苦,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解放后,黄崇华历任区江县委书记、北疆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省参事士副主任,继续为统战工作尽力终身。 解放后,由于受左的市场影响,黄崇华曾多次受到的审查和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 然而,黄崇华一贯能正确对待、人辱负重,表现一个共产党员、胸怀广阔、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我们在前面讲中提到的,香港的白粹党主要合作者陈祖培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是这样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万众一性的任务,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人民坚持反封锁,那是建国一史、百废待兴。 很多战略物资如橡胶、汽油、大五金、汽车等等都缺,西奥、手表、小五金等等也缺,缺就得补充。 于是,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诚心诚意支持反封锁,广东逼临港澳,反封锁条件较其他城市来的优越。 邝文昭、黄长水、以美厚等港澳、华侨爱国人士组成华南企业公司,与广东政府、财政部门、公私合营, 主要通过港澳许多爱国人士从香港偷运大小五金、汽油、汽车轮胎、青梅树、手表等物资进口,大大自然的抗美援朝。 缺米就由广州异议行通过泰国五湖人产公司运行的大米。缺汽油,黄鸡飞这个大胆的人多次将汽油运进中国,实实在在地支持了抗美援朝。 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禁运,为了迅速恢复我国经济,因之禁运和反禁运的斗争十分剧烈。 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行的创办都以禁出口业为主的经营方针,是由这一斗争形式所决定的。 当时港澳和东南亚客商对中国政府不了解,和国营企业贸易尚有顾虑,多数潮客商通过匪谍异行向国营企业间接订货。 特别是潮山级客商先后发展的客服十多家,又通过这些客服渠道和香港联号进口了国内紧缺的物资,特别是那些禁运的五金、汽油、橡胶、药品等物资,从而对活跃的城市经济和资源抗美援朝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异议行不同于一般私营企业。八十年代为妥善处理异议行的工龄问题,曾由广东侨连党统战部转报中央统战部批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雇佣异议行的职工一律按统战工作人员计算其工龄。 陈祖培的大城行给人民解放军捐献了三架战斗机,共人民币四十五亿元,其中企业两架,另一架由在职员工的1951年奖金中提取半数。 卢人不足由总经理本人不足,陈祖培本人打电报命令香港大城行订购一万吨钢材,设法冲破反动派的封锁,急速运回国内。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及其他不少国家对华实行禁运政策,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一不例外,沦陷区建立五金机械厂需要很多设备。 怎样才能将设备从香港运到天津,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陈祖培首先把全香港最大的香港致丁杜新铁铁市场收购下来,将机器拆下,同时新订一批国外较为先进的设备以便应用。 其次,在转运方面,设法买通一些香港官员,以旧至今机械一批的名义执运天津,首批设备是新旧接备,新的居多,报官比较顺利,四批设备几乎全是新的,报官一货解决。 因为这两批多是一些设计设备零部件或体积不大的设备、教育处理。第三批则是制造五金机械的重要母机,决定以高价委托当地一位颇有势力的李某人承办。 李一厅大成行要运设备到大陆准备承接,但计算运费要一对一。在估量了这批价值为三十万港币的设备以后,便提出以此价为运费。 这批社会在一位姓房的工商业界人士开车的工厂装箱以后,李某便以游客的身份将设备假装成行李装上火车,总计装满了两个车厢。 据陈主辉回忆,这批行李在香港开出以后,沿途各站均有人接应,可以说是畅通无阻,直到罗浮桥头。托卡时利用火车的惯性硬是推进了深圳舰内。 这些贡献等到中苏决裂、白屈党的利用价值消失以后,就变成了陈主辉的罪名。 陈主辉后来回忆说,可是遗憾之事又发生。 进口药品中,包括当时国内几席的美国制造抗军征迹,因为美国对华实施禁运,故改为欧洲转用。 获到以后,经过广州和北京海关两次检验,方朱昌门。后来,药品包装上一个不明意义的符号,被外贸部和某单位指控为假药。 于是发生了风冬意识的假药案,毒害志愿军、重患武毒等害人听闻大帽子铺天盖地地集中到我头上。 这时,他即使是有后悔之心,已经太晚了。 因为他和很多匪谍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活动已经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 匪谍的白手套组织、华侨工商俱乐部频繁地举行公开宣传活动,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敌视和干涉。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政治性活动,不能允许,并以此为借口,于1950年底将俱乐部的主要骨干分子陈军冷驱逐出境,又对房长水、吴怀廷、莫英贵等人欠力离境。 以上各同志被迫离开香港以后,全部回到广州参加工作。1951年初,俱乐部被港英当局勒令结束。 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结束前,陈祖培已被香港当局政治部部长戴维斯问话,主要是探听陈祖培是不是共产党员,时间长达两小时之久。 在南越为匪军和东江纵队建立粉红色武装的明蒙男总重要匪谍李伯求, 自北京返回广州以后,担任农林厅副厅长,并担任明蒙男总月支港九联系会执行小组副组长,协助李章达处理南方盟务,为解放后的南方盟务发展打下了基础。 然后在中苏决裂以后,跟其他背景类似的匪谍一起化为右派,直到1981年才被宣告平凡。 中国恐怖组织的记录《恬不知此》宣称,难得的是李伯求在身处逆境二十多年内,其热爱党、热爱主国社会主义之情毫无改变。 南洋的匪谍黄杰、薛两清等人也跟他们的白旭党老板一起,也招出了类似的命运。 朝鲜战争期间,黄杰和李猪潮、四字清等多次合谋,都认为回国投资是正道。 许从德等也主张收缩信计公司业务,让黄杰连人代码立刻动身先回国,他暂时留下来主持善后工作。 黄杰把这个设想告知中国的王大使,征求王大使的意见,王大使不同意马上这么做。 他说:"你们在这里还有一定作用。现在全部撤退太早了,应该在国内先建立据点以后连续连人代码撤退。 经过多次讨论,薛两清、许从德也同意王大使的意见,决定一部分亲戚先行,组成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 参加考察团的一共五人,黄杰、薛两清还有李猪潮、四字清等,没有选出政府团长,只选出薛两清的主任秘书,代表考察团与各方联系。 黄杰、薛两清又和绕张峰同志交换了意见,决定考察团在广州投资,人留在广州工作。 1951年8月12日正式成立了公司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的筹备处,全面展开公司的筹备工作。 同年8月17日,印尼政府发现情况不对,就逮捕了匪谍负责人三四百人,考察团认为这是美国情报局及其在海外的爪牙,勾结印尼当局一些人策划了这一次的排华事件。 于是就加速了将南洋资本和技术输入中国殖民当局的计划。 公司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成立后,黄杰任董事长,薛两清人副总征理。 陈汉生在统战部门搞工商华侨工作,与黄杰关系密切,华建有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陈汉生都请示绕张峰,按政策尽快解决。 从1952年起,黄杰陆续兼任了很多职务,全国工商联职委、广东工商联筹委、常委、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广东省桥委委员、全国桥委员委员、广东省桥联副主席、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委、1955年华企与华建合并成立广东华侨投资公司、黄杰任董事长。 从此,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华侨工作上。为了推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投资,1956年他再次前往香港,接受到了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回国投资的意见,就华侨回国投资的具体政策问题与香港知名人士交换了意见。 他返回广州以后,向绕张峰和乔伟的有关领导人废报。 等到这些工作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中苏关系最终决裂了。 于是,这些几年以前仍然作为中国殖民当局对东南亚活动的门面招牌的殖民人士,立刻就变成了批斗对象。 他们的老板绕张峰在这一时期也被打倒,于是,曾经在匪列功务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陈祖培、黄杰、徐朗卿等人,都变成了右派和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 从南下干部早已经记住他们在香港和东南亚活动时期享受了太多的特权,利用这个机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下手。 陈祖培在《一个老工商业者所选择的道路》一文中写道,当年的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绕张峰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仗义直言,提出反对化陈祖培的右派,因而被撤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冤而死。广州市首任工商局局长赵延浩也提出反对意见,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冤案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曾经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邓文昭和陈祖培是好朋友。陈祖培在走投无路时跳楼自杀,在楼下分泌时邓文昭赶到现场,一看到陈祖培血淋淋的样子,大受刺激,从此便长期失眠, 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胡说自己活不了多久,要立遗嘱,把家里面闹得鸡犬不灵。 前面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的另一位重要匪谍,曾经在匪军稀串的过程当中把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全部交给匪谍。 和西串的红军的重要匪谍墨雄,最终在中苏决裂以后,也落入了集中营。 根据他自己的儿女的记载,墨雄原来是很胖,号称是肥宫,而在干校被造反派折腾了几年以后,双眼迷离,瘦骨菱形, 像一个上家之犬一样步履盘缠的厨域。 墨雄的儿子墨栋梁是这样说的。 1971年林彪事件后的某日,我们家接到广东省政协革委会的通知,到简方北路省政府参事室,接父亲出牛棚。 墨雄在此之前,据造反派宣布,墨雄是中南地区迫害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是国民党反动派安插在中南地区的大特务,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残渣于孽。 到1968年,父亲墨雄才被广东省革委会宣布监护,此后三年,一直被监禁在锦妹区监狱、柯木台监狱及省政协学习班,也就是牛棚当中。 等到林彪世界以后,文革的锋芒渐渐消退以后,他才获得释放。当他的儿子到沈参事室接墨雄出狱时,几乎不敢相信,盘散地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老人是自己的父亲。 在亲戚当中,不少人都管墨雄叫肥宫,而眼前的墨雄却已经变得瘦骨菱形,面容憔悴。 黄杰、陈祖培等人也在同一时期,在六十年代落落红卫兵手里面,后来八十年代以后,他们获释以后,感到很难被对自己支离破碎的人生所解释。 于是就发明了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说法。黄杰他们后来留下了记录,当然这些记录的主要目的是为邓小平政权解释过去的荒谬历史。 这些记录写了,黄杰曾经听到过一些人怨爱,弄假成真,搭上了贼船。而他则庆幸自己搭上这条船,他认为自己昂首阔步地走进来,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出去。 他不是已经三次去过香港吗?中共不是已经允许很多知名人士闺桥桥桀,甚至特色人员堂上正正地出去吗?事实正是这样的。所以问题不是不能出去,而是树高万丈,夜落归根。 卷卷乔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文革时期,黄杰就是凭了这颗对祖国的忠贞之心、横眉冷对那些狂妄的造反派各种污蔑和陷害。 陈主培则说,1966年5月,文化大明开始时,像我这样的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红卫兵多次冲入我的住宅超家,而我本人则被押往学习班,继续受到种种迫害。我跟邓文昭等多人同关在省工商联办公大楼当中的一间房子里,日夜被军宣队监视,被迫写检查。 大家面面相许,不敢交谈。这是食不甘味,请不安息。几次大的政治斗争和长达二十多年的磨烂,使我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然而我凭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顶住了这些浩劫和折磨。 这些所谓的浩劫和折磨,包括张国焘本人在延安无法忍受的羞辱,也就是要求他本人观看文宣人员为他本人特别制定的宣传节目。 这些节目当中,他本人被设定为坏蛋。这是中国恐怖组织特有SM学的方式,在斯大林的苏联就比较少见。 斯大林的苏联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以最简便、成本最低的方式清理掉历史障碍,也就是说往往是直接枪背了事,用不着废事而搞那些SM式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受害者增加一些痛苦的做法。 而毛泽东以其东方式的英勇是特别喜欢搞这些的。他强迫张国焘和他的儿子看那些把张国焘父子描绘为坏蛋的剧目,然后哈哈大小的心上气急败坏当场退出演出的张国焘的愤怒。 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本来遭到严密的关押,大多数时间都被捆在病床上,身上砸满褶床,完全跟外界脱离接触刘少奇。 等到中共中央通过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公者的决议以后,他却特别安排监押人员给刘少奇发一个收音机。 就为了让刘少奇接到这个收音机以后第二天,就用收音机里面听到中共中央宣布他为叛徒的决议。 刘少奇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尽管大半个身体都已经没法动了,还是气急败坏地把收音机摔在地上,把他砸碎了。 然后,毛泽东同监管人员报告刘少奇的决望和痛苦当中又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陈祖培也遭到了类似的待遇。他说:"曾经在1955年强加在我身上的假药案,1956年已由统战部邓清。 可是广州乐剧团还是公演、南远、温恩仇记。主人公是广州市进出口主委、天成行总经理,是土匪、恶霸、汉奸和特务,并患有用假药毒害志愿军的罪行。此剧公演并在电视台播出,在1980年代初还被评为一等奖剧母。 不少工商业建人士认为剧中主人公是隐色的陈祖培,我当时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白区党遭到这些待遇,只有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率领黄俄干部推翻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统治,实现了干部党复辟以后,才陆续得以扭转。 实际上,他们背后反映的就是国际派干部,最终演化为邓小平陈云领导的黄俄干部的这个集团,和毛泽东所依靠的中国系干部和中国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组成的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知道他自身的实力不足,而且无论如何从技术水平和资源角度来讲,他是不可能跟苏联做对的。 但是他深信他作为东方人精通、阴柔之道,是那些毕竟相对于亚洲人来讲还算得上是半个欧洲人和俄国人所不懂的,能够应用这些阴暗和卑鄙的权术,抵消技术和实力的劣势。 他在经验最丰富的斯大林童的去世以后,搞掉那些在苏联建国以后才出生,对马基亚维利主义政治斗争不像斯大林童那样金属的后生晚辈,篡夺共产国际领导权。 结果,他在跟赫鲁晓夫的斗争当中,在实践大部分的共产党当中都遭到了失败。 但是,在东南亚,他至少曾经挣扎过一段时间,在沦陷区境内,他成功地打倒了刘少奇和苏联干部党的很多重要势力,从五十一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初。 在这一时期,南越的政治斗争主要体现为所谓的反对地方主义。 就是毛泽东利用满洲军转干部和中国南下干部,打击那些东南亚色彩和国际派色彩比较强的白区党干部。 这方面的斗争往往会被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学家误解成为极左路线和比较温和的正统左派路线之间的斗争。 赵紫阳在这场斗争当中是毛泽东打击白区党干部的主要代理人。 在人民公社时期,赵紫阳就指出,合作社以外的富裕中农,利用管理上卸套的松懈,从事私人的生意,投机、逃税、破坏国家的市场管理,吸引不坚定的合作社员脱离合作社,从事自己的生产。 根据富高一的记录,在运动升级时,干部非常依赖贫农传递信息和公开批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正如赵紫阳所说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农村最可靠的力量是贫下中农。 如果不是牲畜、农具和财产被完全征用,富农能够更好地驾驭生产,因此他们能够谋求更多的私人利益,而且不会与贫农分享利益。 例如,一群富农抱怨说,他们的合作社第一年很兴旺,因为收了他们的土地,第二年也不错,因为收了他们的牲畜,现在什么也没得了,合作社就干不好。 另外一群富农评论说,感谢合作社令他们有机会遭受与贫农同样的苦难。 干部们估计,农村人口当中有14%的富农地主,他们希望脱离合作社,30%的贫下中农支持合作社,60%的贫下中农留在合作社只是因为有利可图。 承认一些贫农也想脱离合作社,让人尴尬,但是也有现成的解释理由。 富农诱骗他们离舍,虽然一些人被诱骗反对合作社,但是毫无疑问贫农会更愿意支持合作社。 他们为外来干部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当然,征服者利用本地的社会游民和穷人来打击本地的精英分子,无论是自古以来惯用的手段,无论是征服这类的亚述人还是征服波兰的俄罗斯人都是常用这种手段的。 在1960年代末期,中国党干部和军转干部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 毛泽东为了彻底摧毁苏联势力,发动了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在南越的主要代理人,陶柱在这一时期也被打倒。 但是毛泽东自身的班底不足,只凭满洲系的南下军转干部、本地新崛起的一些比较可靠的红维兵领袖和中国干部当中比较忠诚的那一部分,他无法控制南越社会的全局。 因此,打倒干部党、消灭白区党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国恐怖分子在南越的殖民统治,使得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殖民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动摇,镇压力度和统治社会的力度都比1950年代严重的退化了。 而且,在打击刘少奇和修正主义的过程当中、社会陷入混乱的过程当中,广东本地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当中产生了一批新一代的本土主义者,他们已经跟过去陈永明时代的旧南越脱离了关系,但是仍然凭借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不可能看不出北京的殖民政权,无论哪一派都是要掠夺本地的资源的。 他们在打击陶柱和本地的当权派的同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组织和网络,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跟忠于毛泽东和中国殖民当权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和后来建立的三间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 尽管中国殖民当局对本土主义的复兴深感忧虑,但是这使他们自身的派系斗争已经达到白日化的程度,丧失了五十年代的镇压能力, 所以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自己一度已经消灭了本土主义卷土重来。 最初,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者缺乏自己的领袖,不得不在东南亚系的干部、东江重罪的干部的私议者当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但等到文革后期,这些像1968年印尼共产党改革派一样的中间人物逐步被淘汰,过去被取缔的地下教会和走私组织终于全面卷土重来。 根据傅高义的记载,在过渡时期,也就是文革初期,地方主义者的领导人是尹林平。尹林平是江西人,是不是江西苏维埃的成员, 曾经被委任为东江游击重罪的政委,原可指望其代表中央的利益,由于他自己在1949年以后在党内的前途与东江重罪的游击关系非常密切, 因而开始是被派来进行监督的,但他逐渐转而认同地方主义的动机,并因为地方主义而在1957年受到批判。 然而,1957年古大臣冯白居被批判以后,他被看成是温和的地方主义者,有助于省委团结地方主义者并取得他们的知识。 1957年以后,他成为省委组织部的复得人,在全省党的重要领导当中建立了一个实质性的知识基础。 1966年中期,尹林平还没有将自己与其他省级的党领导人区别开来,但实际上他正在指导广州国家机关中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到1967年一月,广东省的领导已经清楚自己的新疆被取代,尹林平积极参加对他们的披露。 在1967年一月的夺权中,后来被说成是一月从党的领导中夺权的幕后领导人敏一番,已经从与尹林平和其他地方主义者联合起来。 在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依靠的军方,也就是谭正林和满洲军驻广州的代表等人的操纵之下,广州的政权在刘少奇的派系被打倒以后的短暂的混乱史习结束以后,又回到三街和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三街和革命委员会在广州的主要支柱是军队,也就是林彪的事业的干部系统。 这些人机敏地发现,南越的本土主义者是他们的主要威胁。 因此,尹林平首先被在这个重新组合的政权统治下再一次遭到打击。尹林平自己先被公安干警击破,然后放在广州卫戍司令部看管。 当时,他的追随者就像多年以前反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一样进入地下活动。 1967年下,随着激进主义的复活及对解放军的攻击,尹林平再一次获得更多的特权。 例如,1967年六月末,尹林平获准参与在群众组织内辩论反对的林李明。林李明是来自海南岛的广东党领导人,他受到地方主义情绪的惊战最少。 1967年八月末,尹是倡导揪出军队一小撮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之一。 9月初,军队的权力再次拱布,尹林平的一些支持者再次转入地下,并强烈要求B2市进行游击战争。 1968年,广东的地方主义者既没有向游击队时代反抗日本人和国民党市的期望,也没有像1952年以前那样进入高层。 由于共产党对农村的控制远远强于他们的前任游击队缺少必要的行动自由来获得能起到显著作用的追随, 与1952年和1957年相比。当时一些不大极端的地方主义者即使在地方主义受到抨击以后,仍然留任作为统治联盟的一部分, 而在今天没有一名地方主义者能够成为省割委会的成员,可以肯定被迫改变立场的地方主义者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途径, 试图为地方主义者找到机会,但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 然而,虽然此时表现不利,但地方主义仍然是强有力的潜在势力。 因为广东干部当中的一部分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地方主义,他可能再次成为对抗外来权威的活跃中心,他受到了控制,但没有被摧毁。 来自民间的新一代的南越爱国者渐渐发现,依靠毛泽东设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之内反对苏联干部党和白区党的斗争,是永远不可能为南越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的。 但是,他们这时候还都是一些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不可能自己就是在老一辈的精英人物已经全部被清除,彼此形成的互不相同属的小团体难以形成,哪怕是跟1950年代相比的大规模的抵抗团体。 他们的耽误自己并不是这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复兴,而是为饥寒交迫的南越人民找到深路。 因此,随着六十年代末期的政治斗争的狂热、随着经济困难的日益上升而趋于衰退,七十年代中期南越再一次变成了所谓经济主义的天堂, 过去打着造反派某些派系旗号生存的南越本土派的领袖, 现在把他们的经济投入了严重瓦方电化的中国殖民军队和重建的阁委会无法控制的走私贸易。 大量的港币开始在黑市当中流通,香港的大毒草思想,包括地下教会和黑帮组织,也在这些活动当中鱼龙混杂地得以复兴。 到1975年,赵紫阳和中国干部党重新开始整理广东的统治局面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民币在广东市场上已经几乎停止流通。 以港币为主的外汇,再一次像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一样变成了广东地下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 广东的大部分经济在这里已经脱离了五十年代强制推行计划经济,破坏了广东商业贸易传统,又没有给广东充分的工业发展的情况之下。 而这时香港却已经变成了亚洲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为广东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轻工业品。 广东的大部分经济已经完全失控,而这时跟1950年代时代不同,他们已经没有一只强偶利的装备着大量具有代差的先进武器的大军为他们撑腰了。 而毛泽东本人正在操心毛派和干部党势力的残余斗争,根本没有精力在弃查管这些事情。 因此付出的赵紫阳和他们同事们在1970年代中期被迫接受继承事实,承认外费券是广东的正式货币。 这个承认只是对继承事实的追认,但是在中国殖民统治的其他地区也是不存在的,再一次表明了南越社会的特殊性。 这个节节败退的殖民政权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北京的政变展开,赵紫阳被复辟政权调回北京,从事所谓波乱反政,实际上就是干部党复辟的工作。 而收拾南越残局的工作,又一次回到了一部分是邓小平、赵紫阳能够信任的中国党干部,一部分是从牛棚里面重新被解放的原东江洞队、所谓的地方主义者和南洋匪谍的残存势力手中。 这个混沌联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痛苦和困难之后,暂时在邓小平和赵紫阳发动了八十年代的整党以后,以清除造反派、恢复干部党特权为口号,暂时团结起来。 但是作为1978年以后,干部党不得不从1972年的毛泽东政权继承下来的反苏联盟的一部分。 香港作为北京政权投靠英美、反对苏联和越南的重要桥头堡,必须维持粤港特殊关系和友好关系,变成了重新组合了干部党政权的基本共识。 因此,南洋匪谍系在这一时期得以复活。南洋匪谍系和东江纵队地方主义的干部以及其根形成的这个统治联盟,是八零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广东能够实行特殊政策的基础。 1975年,邓小平重新组政以后,开始整合被毛泽东打散的列宁党老干部集团。一直到八十年代大整党结束为止,他基本上实现了刘少奇留下来的黄鹅老干部和白区党干部的整合。 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文革后期形成的南洋本土派势力已经遍布成乡,形成了重新结合的南洋部落和宗族组织非法私分土地,私自耕作形成开垦集团,和私自开办走私企业跟香港的南洋流亡者对接的可怕局面。 大多数南洋人口的生命线和经济来源已经不再为列宁党所控制,而是要依靠这些自发的酋长和领袖。 而这些自发的酋长和领袖在政治上往往以地方主义干部或者是赤裸裸的本土主义造反派集团为庇护者。 一二想对他们进行全面清理和镇压,已经超出了这时重新整合了列宁党的能力。 证据就是,七十年代末的大逃港使得越港之间的边界形同虚设,如果不是英国方面担心香港的存在能力有限,最终关闭了香港的大门的话, 失去苏联供应以后已经严重瓦皇殿化的匪军明显地无力保卫海皇,甚至无法切断走私团体的偷渡行为。 这时,老奸巨华的邓小平和叶剑英,他们两人的结合就象征着中国殖民主义衰微时期,中国恐怖组织对南越的殖民统治均入衰微时期的第二代组合。 邓小平代表黄俄老干部,叶剑英代表白区党和东南亚企老干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组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怀柔统治手段,对南越本土派势力进行分耳自知的政策, 利用新生代的南越本土派势力,不像他们在陈九明时代和陈吉堂时代的老前辈那样具备国际事业和政治经验的弱点。 一方面,推行表面上看来是经济上让步的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推行所谓的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 和允许主要是香港资本的外资进入南越,另一方面重新整理干部队伍,确保政权劳劳空在自己手里面。 一方面,在广州本地遭受的干部,主要来自于红色家庭,包括南下的满洲军干部和中国干部自身的子女,很少遭受南越本土的子女。 第二方面,即使这些在南越长大的中国殖民地的子女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南越文化的经验,而不是完全可靠,因此他们被招募入党以后,通常经过短时期的培训以后就被调到临北各省其他各地区去任职。 而南越本地的干部又由不是四居南越的老一辈中国殖民者的子弟担任,而是由出生就出生在临北中国其他殖民地和中国本部的土鳖干部子弟来顶替。 所以尽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取向于缓解,但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殖民者在南越的干部队伍当中,本地人的着战比例反而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更进一步降低, 因为本地的党员都被有意地调到其他地方,而其他地方的党员被调到广东本地任职。 另一方面,由于叶剑英领导的东南亚系的老干部在六七十年代的大排华运动当中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的海外路线, 而邓小平政权继承了毛泽东1972年外交革命以后连美抗输的基本政策,因此作为向西方示好的前提条件, 一方面向苏联支持了越南开战,另一方面解散了马来人民军,全面停止在东南亚的已经日泊西山的恐怖活动。 这时,南越在印尼和马来各地的侨民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穆斯林化,采用穆斯林化的姓氏以本土人自居,失去了被白区党统战的条件。 白区党的统战工作也处于低潮,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失去苏联的支持以后已经不具备自成一体对抗北京中央的能力。 因此,邓小平和叶燕英政权把他们大量地安置在遭相引之的经济部门,利用他们对国外的形势比土别干部要更清楚的优势,让他们从事改革开放的经济工作。 但从事经济工作的方式,也要最大限度地压制南越本土的自发秩序势力。一方面是,南越本地人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削弱他们在政治上的能力。 本来在文革后期,重新复活的部落和宗族组织,实际上已经借助自留地的民意,重新夺回了被中国恐怖组织以土改名义夺走的很多土地。 而且以非常类似满洲殖民时期沙田开发的方式,主持了耕作者团体。这些开发团体当中既有负责劳动和技术的部门,也有负责巡逻和保卫的部门,就像是陈永明时代的自卫局和保卫局一样。 这些力量,如果能够得到几代人的连续培养和发展,势必成为南越民族的自卫武装,只不过他在初期阶段必须运用文革时期的术语,把自己说成是例如红卫兵或者是革命保卫者当中的某一个支队而已。 邓小平和叶尖坚英敏锐都发现,这样的集体自卫的模式如果继续发扬光大的话,他们几次一再镇压的南越地方主义早晚会如地方主义发展到本土主义,然后从本土主义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 他们很清楚,所谓他们一再批判的党内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南越社会上始终潜藏的南越民族主义情细的一种折射而已。 因此,他们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推行家庭联想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是放弃了列宁党的很多统治权利和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解散了文革后期以来重新形成的耕作集团,尤其是这些集团的保卫部门, 把土地均匀地分给每一个家庭,而不是例如退缓给1949年以前的地主、沙田开墾集团和其他耕作集团, 也不是退缓给在文革后期私自瓜分了大部分土地的农民和南越农民形成的保卫团体。 这样分散的家庭耕作者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只能生产和创造财富,却不能保护自己的财富。 由于大多数人在这次经济上的让步中得到了土地经营权,比起文革后期那些自卫组织偷偷摸摸地开墾土地的局面好像有所进步, 因此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为了经济上的好处愿意放弃参加本来已经重新形成的自卫组织。 这样,邓小平一天的政权就聪明地实现了两个目的,缓解了南越民族对中国殖民者的敌意,同时瓦解了南越民族在农村的重新产生的自发秩序和自卫组织。 另一方面,由白区党,例如严根等人建立的招商引资、改革开放部门,在引进香港资本和海外资本的同时, 也把深圳这样的代工城市变成了主要不招募南越本土工人,而是招募外地工人,例如四川和湖南工人的一个口岸, 尽可能地让香港、美国和西方的资本跟亚洲大陆内地、例如四川、湖南等各省的在南越本地没有联系的农民工结合的模式。 不仅因为亚洲内地的劳工价格比南越本地更为便宜,而且也因为南越民族跟香港民族有着血肉关系。 很多香港投资者,他们的祖先或亲戚自己就是曾经遭受过迫害的南越人。 而南越人哪怕是纯粹地被毛泽东政权和中国殖民者剥夺了一无所有的纯粹的赤贫的贫下中农,他们身上还有留着南越民族的血,还有南越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社会关系。 他们在香港有自己的亲戚做老板、做帮会领袖、做律师的,在本地他们自己的同乡和同族部落和宗族的记忆尚未淡化,文革后期复活的教会和自卫组织又已经重新形成。 假如南越血统的香港老板和南越自卫队员和南越中族领袖、南越劳动组合、南越堂会统传的工人集团相结合,彼此之间又能够合作的话,那么中国殖民者在南越统治就要岌岌可危了。 相反,如果用北方、内地各邦迁移来的外来劳工、再加上少数无根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跟外国资本相结合,他们跟香港资本或者美国资本、西方资本完全没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联系,除了挣钱和分利的关系以外就没有任何相互结合的可能。 同时,他们的来临形成深圳这样一个包含着大量外邦人的城市,又可以冲淡本来在陈炯明和陈吉堂时代非常强大而可畏的,例如东莞长老们和商会们形成的自治团体的力量,阻止这些具有高度自治的能力的南越民族的后裔重新形成和强化自治组织。 同时,谁的钱不是钱呢?湖南工人和四川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不是跟南越本地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一样都可以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吗? 白区党的残余、叶剑英、元庚的后裔们在深圳和各经济特区重新组成的改革开放干部的队伍中,主要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在这两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政权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结果,一方面使得南越人民依靠自己的贸易天赋和辛勤劳动收回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财富。 另一方面使得他们在收回这些财富的同时至少延缓了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依据自己原有的民族传统,重新形成社会结构,形成保卫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时间。 因此,八、九十年代中国殖民者的南越政策是鼓励外资,但压制乡政企业和南越本土资本,鼓励南越民族本身的优秀分子和压不住的强人在变卖自己的家产移民海外,而不是鼓励他们在本土产生足以跟香港资本家和美国投资者对抗的资本集团。 最初,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由滋留地的滋味组织和经营者出生,或者是由南越本土人出生的小老板是非常之多的。 但到九十年代后期,尽管整个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程度是不断增长,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要增长得多,但是这些重新崛起的小老板基本上都被清理完毕。 南越变成一个有利于共产党官僚和国际资本发财,但不利于本土人士从被统治阶级成长为社会组织者的特殊殖民地。 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像费州人杨勋这样来往于香港和南越之间,能够利用他在南越社会的本土关系建立表面上是经济团体, 但是实际上也兼有社会功能的、经济开发集团的南越本土精英是相当多的。 所谓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他们发挥的作用比九十年代以后反而更大。 他们没有能够继续成长,主要是因为邓小平政权和事后的江泽民政权狡猾地采取了, 在开发过程当中向国际资本倾斜,却要压制本地资本家的策略。 这种策略在全世界的经济开发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尽可能地保障本土精英的成长,给他们以比外国资本更优惠的条件。 但是中国殖民者,尤其是在八九年以后,由于政治上得罪了西方国家,特别像邓小平本人所扬扬的那样, 我们要给西方资本家比他们本国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更优惠的条件。 我就不相信资本家来了以后,资本家政府会不跟着来。 因此,西方资本和海外资本在南越殖民地能够享受到的条件,确实比他们在本地和在世界的其他国家要好。 在那些地方,他们都必须更多地保护劳工权利或者是给本土势力以更大的让步,唯有在南越。 因为南越是一个被征服的殖民地,他们除了给共产党官员分立以外,不需要向本土的劳工或者本土的地主资本家做出任何让步。 南越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繁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南越人民的勤劳和贸易天赋, 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中国恐怖组织的殖民统治削弱南越本土势力的阴险设计。 由于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南越精英自身缺乏像老奸巨罚的列宁党干部那样的政治经验, 所以他们大体上落入了列宁党、邓小平、叶叶巨政权设计的路线, 一部分不肯就范的人或者是被打成毛派势力和文革余孽三种人遭到了进一步的镇压, 一部分在八十年代的严打中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经济上的或者是有上风化的小罪名而遭到清洗, 大部分则成功地导入了殖民当局所希望的路线,能够为包括中国殖民当局在内的各种世界创造财富, 但却不将这些财富发展为南越民族主义的资本。 但是当然,随着时间是不断流赤,下一代人、新一代人不断地成长起来。 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尽管中国殖民当局仍然严厉地坚持,甚至进一步推广了他的殖民统治, 不但在二十一世纪继续降低南越本土干部在南越任职的比例, 还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一直是无法动摇的粤语教学本身不断地发动进攻, 企图消灭南越民族的重要存在之家,也就是粤语教育本身。 但是这时他们面对的南越新一代青年和精英已经不像是文革后期的那些人那样缺乏政治经验,很容易就范了。 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南越本土主义的势力又开始复兴, 邓小平和叶建英的狡猾政策被事实证明只能推辞, 但不能从根本上取消,根深蒂固成南越民族意识。 九十年代以后,尽管经济上的发展和出国的机会, 出国移民海外的机会在南越也比其他中国殖民地更多,但是复活的南越社会还是违背中国恐怖组织的意志。 一方面,在灰色地带至少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恐怖组织镇压的中族复兴重建祠堂的方式,恢复自己的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也通过被中国恐怖组织不容,很容易被打成黑帮和消灭对象的各种帮废组织的形式开始复活。 中国殖民者的公安部门和其他专政部门已经变得很难对付这些有些是合法和半合法,有些是不合法的,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南越本土势力。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维持GDP增长的政绩,在很多情况下都必须跟这些势力合作,甚至惊恐地看到自己认为是铜墙铁壁一样的党的纪律斗不过本地帮会的帮规。 所以,自己信任的干部,包括专政机关的公安干警在内,一个一个地被重新崛起的南越本土的帮会势力征服和俘虏,甚至变成帮会势力的工具。 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也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变化。中国殖民当局一面推销重新组合的共产主义和远东奥斯曼主义结合的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 另一方面打压本土教育和粤语文化。但是,新一代的南越爱国者利用网络的难以控制性和分布在列宁党政权机构以外的大量社会资源,开始把他们事实上在社会上已经获得的势力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斗争。 根据执经生编写的《南越史》记载,2000年以后,南越文明已经步入微望关头,以批有识之识的民族意识猛然觉醒,开始发出阅读的呐喊。 2006年,一个名叫《阅读呐喊》的网站敲然诞生,开始大量发布《阅读理念》、分析南越历史语言文化的文章,对南越各族群研究游生。 该网站在2016年7月16日发表了它的最新一篇文章《目前人在积极活动》。2007年,一个名为大越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悄然诞生。 在他们的网络阵地《大越独立建国论坛》上,有两个名叫立法司法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板块,下是大越民国国会、大越民国宪法法院、大越民国国土安全部、大越民国外交部、大越民国教育部、大越民国商务部、大越民国能源及交通部、大越民国民政及劳工部、大越民国财政部、大越民国农业及自然保育部、大越民国司法部、大越民国卫生部、大越民国卫生部、 大越民国文化及康体部、大越民国地政及住房部等纸板块。他们执持临北大一统强权为支劳政府,提出大越民国来是越人的真正祖国。 2008年,他们在网上公布了一遍目前流传盛广的南越国旗,那就是著名的绿咖啡蓝三色木棉旗。他们这样解释旗子的意义,咖啡、绿、蓝是我们方案的三鸡舍,而木棉花和铜骨则是重要的象征物。 咖啡色代表我们越人,我大越租民族直系先祖,是咖啡色的肤色,而且带有矮黑人种血统的古代南越人。咖啡色预示着我大越民族起于古南越租民族。 绿色代表自由和平生机,绿色即以作为自由的代表色,我越觉醒,大越独立,是我大越民族立国的核心理念,同木林和平而且有尊严的共处,是我大越国民之所愿。 我越地处东南亚北沿,北热带和阳光同旅水,使我越绿意安然,生机薄华。蓝色代表民族、海洋、睿智、永恒。 越内四居民族的自由同民族,使我越持久稳固的基石,我大越族群同文明具有鲜明的海洋色彩,我越国民理性而智慧,我越国印恒长而久远。 大越国旗将依照现实世界上高上、中下、三等分国旗适量,咖啡色居中代表我越民族将永远持久我越国土,绿色在上面代表我越人人享有的自由空间,蓝色在下面代表我越将建立在民族的基石之上,正中间绽放深红色的木棉花色彩浓厚,是我越人民所认同的代表标志。 这面旗子完全展现了南越文明的真精神,令人蹄肤灌顶。该组织似乎不胜活跃,但他们已经初步提出了未来南越独立建国的行政立法框架,设计了国旗已经有了政府的出行。 他们追求南越的自由的壮举和对南越的未来一系列的规划令人集结战惨。此后,2009年,一个名叫《大越明镜社》的网站出现,其最新一篇文章发布于2016年7月18日。 在该网站首页上,郑农花会里写有如下宣言,文明冲突决战于武岭,南海必胜黄土,广东独立、广西独立、海南独立、香港独立、澳门独立、共建联邦。 对于上述阅读组织的种种具体主张,彼此虽有不尽同意之处,不同组织之间的主张亦有相互矛盾之处,但是,然而他们对南越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热爱南越、守护南越的心是完全一样的。现在他们虽然仍然在网络上活动,借助网络这些新媒体,他们必将能让种子撒遍南越大地,在未来的惊涛汗浪中创造奇迹。 那面南越国旗的广泛传播便已证明了这一点。在短短时间内,阅读力量便以如此规模发展得如此复杂。 这雄面的说明,我南越知道今天仍然有极其强劲的生命力。事实上,南越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2010年7月5日,中共广州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季口光将广州市政府提交建议,希望将主要使用粤语的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主要使用普通话播音。 季口光是满洲南下后代,他毫无哀略之行,所思惟有为虎作唱。 消息传出以后,广州市民愤怒了。 11日,一群广州市民自发来到人民公园,首举广州话起锚标译,高唱粤语歌曲。伟大的称粤语的活动由此开始。 面对越人的反抗,中共立刻摆出一副凶残的面孔。1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公开宣称,他要通过推广普通话的方式对越人进行叫化,南越人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首次大游行爆发,上万人聚集在香南西地铁站A出口附近,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 齐声高呼,刁那妈顶应上,八月一日又有数千民众聚集在人民公园支持粤语,其中包括两三百名赶来深渊的香港人。 遭到中共殖民者的警察粗暴清场以后,他们并未被吓到,而是转赴北京路烈士林园附近继续示威。 中国殖民者的警察再次动武,捉走其中七人,包括三名港人,四日又以只需乌有的带头知识阻拆交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捉走三人。 民众的游戏虽然被镇压了,但是中国殖民当局已十分惊恐,四日汪洋无赖地表态,称当局并无废月打算,经过英勇的抗生,南越人民赢得了称越语行动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只是仪式战斗的胜利,因为中共当局仍然在暴力推普,在南越获得真正自由以前,保卫越语的战斗绝不会停止。 2011年,在越东潮州,壮烈的战斗再度爆发。四年6月6日晚,在潮安县古巷镇数千名民工发生骚乱。 次日,古巷居民为了保卫家园勇敢地组织起来,组成自卫队,头戴黄色安全帽,成蚕红布条,手持棍榜刀具,圆街巡逻。 四年9月21日,陆峰县乌坎村爆发了新的抗争。四日英村委会私自变卖存在土地,三十千村民聚集在中国陆峰市殖民政府大楼和派出所前示威,单位得到任何回应。 其后,村民在村中组织起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多次打退前代进患的中国警察。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江湖照稳健的政治路线日趋次微,作为老红卫兵出生的红二代,习至少受了列宁主义教育,不相信中共能和西方世界和平共处。 2012年习近平发动反腐败运动,对军队官僚展开大欣喜,其中包括大批被称为客家帮的南越本土干部,例如1914年6月落马的广州省委市委书记万庆良,1916年6月自杀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晓华等人。事实上,这是一次有识无名的广东第四次反地方主义运动。 在习近平时代,南越民族和中国殖民统治下的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开始清醒地意识到, 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统治时期,甚至在江泽民统治时期仍然相当流行地,通过和平演变,改变中国殖民者的邪恶性质,最终使解放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的路线已经决定性地遭到失败。 南越民族必须跟香港民族和全世界的所有文明族团结起来,在保卫自身民族传统和民族权利的同时埋葬邪恶的中国殖民统治。 2014年,香港独立运动的爆发对南越民族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刺激。 原先分散的各种南越爱国者的自发组织在得知他们的理念在他们最亲密的盟邦香港人当中也得到了认同和赞许以后,自信心大为增长。 2015年,南越爱国者和中国殖民族统治下的诸夏其他各邦的爱国者在香港秘密结盟,成立了诸夏文化传播协会,然后他们把诸夏文化传播协会搬到了更加安全的美国。 随着香港反送州斗争和香港独立运动的日渐展开,香港民族和中国侵略者之间的斗争逐渐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南越爱国者利用同样的机会,一方面在美国、香港和全世界展开了滋验香港爱国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在这些斗争中打出了自己的旗帜。 在香港爱国者反对中国殖民族的游行队伍当中,南越爱国者和大越民族的国旗也引起了中国殖民当局警察和全世界媒体的注意。 南越民族的解放斗争,跟香港民族的解放斗争一起,跟驱逐中国恐怖分子的诸夏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一起,在最近几年内得到了蓬勃发展。 已经由南越本土和香港走向全世界,注定要在未来中国恐怖组织和全世界文明国家的斗争当中为解放自己的民族做出伟大的贡献。 好,我们关于南越民族的历史到此就全部结束了。